那可以打開嗎?等一下 好 那我們是那個踏入同溫層 然後中多立資訊平台 那現在我先簡單問大家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大家對於公投的四個提案 都已經確定你們要投什麼樣的票了嗎? 第二個問題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你在接觸這個公投資訊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改變過某一個議題的 就是支持或反對 第三個問題是 如果有的話 那是為什麼你會改變 那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希望說 除了假資訊以外 還有很多偏頗資訊 那這偏頗資訊其實都有立場 那立場的本身呢 如果今天你掌握媒體的力量的時候 他必定會大量的去改變你的在 單位時間內所接收到資訊的認知 所以我們想要建一個基礎建設去解決 試圖解決這樣的問題 麻煩 對 所以你會常碰到一些問題 像說都已經跟你講說 這是偏頗資訊了 結果 你還是blahblahblah 之類的 或者是說 當你認為這是有問題的 但你不知道如何跟親朋好友講 所以你去看看你的臉書 你的Twitter 是不是你看到的內容 其實都是你比較贊同的內容 之類的 我們想要去試圖去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想要把很多資訊都拿出來 然後我們做一些立場的分析 然後去做一些排訊 去降低一些聲量 或一些媒體力量的干涉 讓你得到一個類似於各個議題 都有懶人包的概念 因為只有熱門議題才會有懶人包 那我們希望各個議題都能夠有懶人包 所以我們要去建立一個基礎建設 那目前做了一些簡單的那個開發內容 然後想要找更多的夥伴來加入 那我們主要夥伴都是工程師 但未來其實在各個文章裡面 其實我們必須要對於他立場做一些分析 所以我們也需要一些非工程師的夥伴來加入 那大家可以加入 加我的Telegram或Line 然後我們會進入我們那個Telegram的那個群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